大家好,我是元宝 今天我们来讲述一起发生在北京市的残忍民案 未成年人犯罪与未成年人受害这些词 元宝相信是作为我们成年共民来说 是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些词汇 因为这里充斥着奉恨、惋惜、无奈 或许还有那么一些曾经的感同身受 怎么去控制未成年犯罪 与未成年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 这一直都是一个社会性的话题 对待这个话题 我相信这个是白家证明的 是歌述己见的 就比如今天这起案件的发生 让这个话题一时之间变得非常尖锐 盖案就是三个未成年 与一个19岁的女孩 只为娶乐无故虐杀36岁成年女性的命案 记住这个词是虐杀 那么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话不多说 开录本期案件 还没有 本案的死者名叫丁小燕 92年与丈夫结婚之后 从浙江来到北京打聘 夫妻二人都是非常勤奋的人 虽然在北京 窝聚在这个十几坪的小房子里面 但是两个人带着儿子呢 虽然辛苦 但也充满了希望 可就在2016年的5月21日 这个家庭从此破碎 这一天呢 丁小燕的丈夫 梁梦胜外出谈个小圣意 期间呢 陪同客人去应手了一下 到了深夜还没有回家 丁小燕是坐立不安啊 一直等到深夜12点 丈夫还是没有回来 妻子丁小燕是再也坐不住了 便找到这个在附近的各个家中 借来了一部小灵筒 这个着手换一会手 又打不通那个东西啊 给丈夫打去了电话 那一遍呢 梁梦胜已经喝多了 妻子一听背景吵杂的声音呢 就大概踩个七七八八了 原来梁梦胜在跟别人唱歌 此时丁小燕呢 也有点生气了 这边担心的不行 那边却话天久地的啊 于是丁小燕便说到 现在啊赶紧回来 我到路口的工艺品店等你 虽然赤热了丈夫 但是妻子还是很担心的 当时呢 他怕这个丈夫喝多了 到了路口无人照顾 在摔倒 所以就决定去借丈夫 可谁能想到一场人祸 把这个善良的女人给摧毁了 此时外面呢 细细丽丽的下着小雨 丁小燕跟哥哥接了一把伞 还拿了一百块钱 把情况说明之后 撑着伞就走入到了夜色之中 与此同时呢 在深夜的马路上 有四个年轻人啊 在嘻嘻哈哈的游荡 这里呢 有一对双胞胎兄弟 名叫苗大蕾 与苗小时 当时啊 十七岁 还有两名女孩 一个叫做严丽娜 当时十九 一个叫雷竹云 一个当时十六啊 分别是大蕾和小时的女友 平日里啊 这几个人就在一起死婚 苗家兄弟二人的父母啊 都是下岗之工 靠这个低保过日子的啊 平日里也没有什么管教 雷竹云的家里啊 是父母离异 父亲栽婚之后呢 剩下了一个男孩 就有点中男轻女了啊 事后了解呢 雷竹云的这个恋爱史啊 别看他只有十六岁 但是是非常的丰富的 这个严丽娜呢 是他们年纪中最大的 父母的情况呢 与这个苗家兄弟的父母 差不太多 有一次呢 大蕾去他们家里玩 在电脑上偶然发现了 严丽娜在QQ啊 与别人调情的这个聊天机路 是怒火中烧 严丽娜的母亲来劝解啊 还被大蕾用一个烟灰盖 砸在头部 缝了四五阵 然后呢 这两个人还是在一起 可见这个严丽娜 对其母亲的态度是怎样的 要或者是我的话 我就是打不过他 我也挠他个小BK的啊 啊 扫水妈人了 接着呢 这四个人就整天的在一起啊 玩耍 一般都住在这个苗家兄弟的家中 而且呢 两个女孩都相继怀孕了啊 当时苗家兄弟的父亲呢 也是气得不行 但是看着一堆双胞胎儿子呢 也是无可奈何呀 便拿出钱 让这两个女孩去医院做了手术 从那以后呢 这四个人是更加的理直气壮了啊 在一起死婚 还互相称呼啊 还是他爸 还是他妈的 然后就在5月21日的凌晨3点钟左右啊 这几人是无所思思的游荡 在路过漩无去南兴华界附近的拆迁区域时呢 雅琳娜发现了本案的死者 也就是丁小燕 然后呢 她叫做了周围的人说道 你们看 几人呢 顺着她的手指的方向望去 都发现了丁小燕 几人是面面向去 发出了怪笑 仿佛有点心里神灰一巴 为何这几人会如此呢 因为就在前不久 他们刚刚虐打完一个 流浪的老太太 今天正好百无聊赖 看到了丁小燕的年纪 他们竟然非常的冲动与兴奋 接着四个人呢 假装喜喜打闹 向丁小燕这边靠近 来到丁小燕身边的时候呢 丁小燕已经在躲闪几人了 可几人就是不停的靠近她 突然呢 这个严丽娜就故意的撞倒了丁小燕 然后这个严丽娜 竟然倒地一个劲的 哎呦呦的怪叫着啊 大蕾是一把抓住丁小燕的衣领 问道 你为什么撞我的女朋友呢 丁小燕回复道 我没有啊 话还没有怎么说完呢 描大了一个嘴巴 就打在了丁小燕的脸上 接着说道 你还嘴硬 赔我钱来 当时呢 丁小燕也是被突如其来的一巴掌 打的是七魂八素的啊 就把身上的一百一十二块钱 还有之前哥哥的那部小零刺 给了他们 可拿到钱的几人呢 并没有放过这个无故的丁小燕啊 更加令人发指的事情 还在后边 几人呢 从旁边的拆线房的废墟当中 拿出了一些木棒 钢筋的东西啊 对着丁小燕的头部 胸部 背部 腿部 进行殴打 面对私人的暴行呢 丁小燕是毫无坏手之力 只能惨叫连连 借着几人更加的疯狂与变态了啊 他们要求丁小燕 把全部的一无脱广 并对其进行了猥亵 他们还轮流的用打火剂着掃 丁小燕的脸部及下体 全身的毛发是任意的用火烧啊 更多的暴行呢 原本就不赘述了 反正丁小燕遭受到了废人的虐待 而这一些暴行呢 都出自眼前这四个 在丁小燕中 可以称得上是孩子的人了 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丁小燕 是不断的求饶 还说道呢 我的儿子啊 今年也是14岁了 跟你们差不多大的 我应该跟你们的妈妈年纪也差不多的 你们怎么能如此对我呢 几人听吧 更是哈哈大笑啊 可手上的暴行 依旧没有停止 依旧在急需着 就这样呢 私人的暴行 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其实根据事后调查呢 周围当时呢 是有人听到了丁小燕的残叫声的 可都没有出来查看 路上也有车辆在这里行驶而过 可都没有停下 几人发泄完之后呢 见丁小燕连求饶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了 随后就走掉了 丁小燕则被丢在那里是不治生死 借着丈夫梁蒙胜这一遍呢 其实在丁小燕离开不久的之后呢 就到家了 可是他忘记了妻子 说在工艺品店门口等他的事情了 回到家里啊 看妻子不在 自己也喝多了 就稀里糊涂的躺下了 直到第二天呢 醒来的梁蒙胜还是没有见到妻子 准备出去找一找了 刚出门啊 就见到邻居这个急急忙忙的向外跑 梁蒙胜问道 怎么了呀 邻居说道 男性花姐也出人命了 听完这个话呀 梁蒙胜心头也是一颤 也跟着别人的步伐 六神无主的前去查看 一边听着别人说的太惨了 整理的太惨了 一边心中默念 不会的不会的 来到现场啊 地上散落的遗物让他崩溃了 这些衣服简直不要太熟悉了 就是妻子的 接着几名警员抬着担架出来了 梁蒙胜上前对警察说道 你让我看一眼 你让我看一眼 我看看是不是我的老婆 警察说道 那你就别看了啊 太惨了 有什么事情 回去再说 不久呢 警局传来了消息 确认死者就是丁小燕 梁蒙胜是悔恨交价呀 儿子呢 也变得沉默寡言 无法面对现实 无奈之下呢 梁蒙胜只能将儿子呢 送回了浙江去读书了 警方调取了案发周围的检控 很快的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那四个人 被逮捕的事人呢 很快的承认了杀害丁小燕的经过 可是就这个态度啊 是依旧玩味 依旧不在乎 当警员问起动机的时候呢 他们就说道啊 就是单纯的无聊 没事说 而且在这之前呢 我们都做了好几次了 谁承认想这一次呢 这个女的她死掉了 而且苗大蕾在叙述的过程当中啊 时不时的还笑出了声啊 当时给问话的警员呢 都恶心的勾腔 真不知道这孩子心里 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啊 既然呢 法院对其进行了审判 原本就不念了啊 就打在屏幕上了 大家可以看看 说到这里啊 本案的基本案情讲述完毕了 不知道大家对此案 有什么看法啊 可以发表发表 反正原本就是一个字气啊 哎 好了 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吧 元宝呢 也要收拾东西 回东北过年去了啊 在这呢 提前祝大家春节快乐 万事如意 咱们年后继续录啊 很快的 很快的啊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